上帝为什么一定要救我们脱离罪 在马太福音的一章的第21节 圣经说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有很多人认为 上帝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这只是上帝立场的原因 好像上帝是这样的立场 魔鬼是另外一个立场 上帝觉得要这样做 魔鬼觉得要那样做 好像似乎在说上帝有某种控制欲 想要扩张自己的势力 吸纳更多来听从他的人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因为上帝知道 虽然罪恶极具诱惑性 但是他的本质是谎言 是一个欺骗 罪恶诱惑人 欺骗人 最后他会伤害人 然后牢牢地捆住一个人 纠缠人 直至这个人失去生命的那一刻 但上帝不希望看到人这样 上帝希望看到你快乐 幸福 自由 充满希望 永远活着 所以上帝就一定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